欢迎老魏 谈了两年恋爱了 对吧 刚才小片里给我们拴了个扣子 这个事能先告诉我们是什么吗 其实对于一个女生来说的话 订婚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订婚 对 然后年前呢 她的父母还有她 跟我父母就订好了日子 说要年初五到我们家来 商量订婚的事 初五早上的时候 我给她打电话 想问问她几点过来 但是她没有明确告诉我 然后我父母呢 起早就已经把饭菜呀 都准备好了 到中午他们家人也没有来 我又给她打电话了 她就说晚一点到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 要这么一人在这儿 啥子这么在拖下去 后来去了吗 没去 什么情况啊 那天我也挺无奈的 说实话赶上点事 初二左右吧 奶奶就生病了 挺严重的 离不开人照顾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 那么多亲戚 都可以照顾病人 或者是你要是不来的话 提前打个电话 支一声也行啊 是你听我说这事吗 本来初五那天嘛 是订的去他们家 因为两家离得比较近 开车也就三十分钟左右 然后我就没太着急 说实话 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一直都以为能去上的 因为我姑姑说了 她晚上过来 把老人接走 那时间不就可以过去了吗 结果没过来 这我也挺无奈的 说实话 没协调好 都晚上七点多了 她妈才给我妈打的电话 我妈其实挺有情绪的 本身作为一个女生的话 肯定家里人不能那么主动 你们家订完的日子 到时间了你们都没来 也没提前说 所以那天打完电话之后 我妈态度就是 也很明确 这明显的就是很不在乎我 后来又去提亲了吗 事情过于能够小半年了 这件事就一直这么隔下了 也没去家里头 跟对方的父母说明一下情况 那天吧 双方母亲沟通得不太愉快 都僵下去了就这么 僵在那儿了 对 所以这半年来 你们俩是个什么状态的 我是心里边 我觉得我挺债务她的 因为这么长时间 而且年纪也都是 都不小了 也不希望再彼此浪费时间 所以我就是这半年想分 然后还做不了这个决定 不想分 看见她还比较难受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 之前还有很多的小事 都记在我心里边 除了这件大事之外 还有些什么小事呢 你就把它都翻腾出来 大家听一听 那就得从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她上班就是比较没有上进心 然后我回去 既然两个人在一起了 为了以后 我白天下班之后晚上 我说那我就去做兼职去 你就去出去拉滴滴 拉滴滴下班回来 十点来钟晚上 我兼职下班了 你接我给我送家去 我觉得也挺好的 但是她答应我去拉滴滴了 能有一个拉月吧 我就拿她那个 拉滴滴的手机 看后台 我看看她拉了多少单 拉了多少钱嘛 然后结果发现 她根本就没拉 一单都没有 因为一开始 我就挺抵触 拉滴滴这个事 挺不喜欢这个工作的 然后 那你不喜欢那时候 你可以跟我说呀 咱俩都可以商量啊 关键你脾气不是挺不好啊 这事我也挺亏求的 说实话 我到现在心里都挺亏求的 你现在还拉吗 现在没有 现在因为换了一个工作 这工作强度比较大 就是没太多时间了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这是刚认识的时候是吧 对 我特别心疼中国的女生 其实有时候我也想起来 就从一同谈恋爱开始 马上就把自己 从小姑娘升级为妈 管那二三十岁的大小伙子 全当妈管 你不上进 你给我这样 那你们找一上进的 不就得了吗 你们把这不上进的 全都剃了 让他们自己长大 别给别人培养男朋友 这不是明显给别人 培养男朋友吗 这心里还别扭呢 行 咱再往后说吧 我五点下班 每天她都是接我的 然后后期慢慢她变的 就是总共找借口 说不接我 关键晚上我下班去兼职 她都知道的 而且我下班 离我兼职的路程 得将近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也没有时间吃晚饭 然后那天堵车嘛 坐公交车 走到我们那个桥上边 我看堵得实在太严重了 我又要迟到了 我就下车了 我回头我就跑着去吧 我行程我给她打个电话 想让她安慰我两句 但是我给她打电话 她就说了一句 我在忙 你自己去吧 就是我一边往 往上班的路程走的时候 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我说你自己开着车在外边 然后我自己就是跑着去上班 你就一句话 就把我给敷衍了 那时候吧 咱俩正在冷战 说话就是 关系特别复杂 那时候 说话你们俩就谈了 两三个月的恋爱 已经开始关系复杂和冷战了 你看看 那时候已经冷战了 因为她脾气平常 就是对我拉了个脸 没有什么太好的时候 你走啊 那不是放不下的 什么放不下 不是两三个月吗 喜欢的 喜欢的 喜欢的你看着她 哭着 对吧 她腿着 你折磨着 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喜欢吧 对不对 而且你怎么喜欢 一个天天跟你拉 还是黑脸的女人 为什么呢 我喜欢她是喜欢她那些 就是特别有正能量 那个形态啊 后来慢慢一点 这世界上正能量的姑娘 多了去了 你喜欢正能量 你可以随便找 你只找一个 对你天天有笑脸的 脾气好的呀 你们干嘛谈恋 我这么听起来 这恋爱谈得不到半年 两个人已经基本差不多了 就互相彼此的印象 都不是那么特别好 女生的评价是 没有上进心 不在乎我 男生对女生的评价是 有正能量 但是脾气不好 天天拉个脸子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 她平时挺关心我 我就希望我俩以后日子 就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不是 你讲的 我可没听出来关心啊 因为她就是 做的这些事 在我心里边 我始终反不过去嘛 这只不过是七一 七二 我都选择原谅她了 然后第三件事 我晚上兼职的时候 给她打电话下班 她也不急 然后很晚了过来接我 她说她拉弟弟忙 我就拿她手机 我就看了一眼 我就看见一个女生 给她回的微信 说晚上吃饭吃得开心吗 你到家了吗 我就问她 我说这个女生是什么回事 这个女的就是 之前稍稍对我有点好感 总跟我打电话 总去联系我 包括那时候也是 没抵得住诱惑 就是说 咱俩一直在冷战的时候嘛 碰到一个就是说 不冷脸对我的 我就稍微没控制太 那你觉得我晚上去坚持 不也都是为了让你 能减轻点负担吗 你心里过意的去吗 行 这又是一个钉子啊 就是能陪你玩的女生 可能会很多 但是能跟你过日子的女生 能替你想这些的女生 我觉得 不会有那么多 对啊 这不也是我坚持到 现在的理由吗 那你为什么要把她的电话号 传成信用卡 她名字叫信用卡吗 总是给我打电话 打电话你可以聚集 你可以告诉你有女朋友 但是这些你都没有做 在外边也都说 她没有女朋友 主持人 包括后期我也改正了 这些事不都是之前的事吗 我过去很久了 我现在态度也端正了 对你不也是 包括比刚任的时候还要好吧 但是你之前做的这件事 一件事 两件事 三件事 我都可以原谅 但是你总是没完没了啊 还干了什么了 小姑娘的事 打电话 发微信 没做什么出格的事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她瞒着我 跟他们出去玩了三四天 所以我现在心里边 自己的坎儿也过不去 包括对她的态度 我不知道怎么跟她去 相处也去了 你刚才说你喜欢她对吗 对 你现在还喜欢她吗 喜欢 那你喜欢她 为什么做这么多 让她难受和伤心的事呢 这都是很久很久的事了 都是一年多之前的事了 你的意思就是 现在你不是那样了 是吧 现在我真不是这样了 因为这件事 这件事发生之后的话 到那天已经截止了 截止了之后的话 我跟以前那些 包括朋友 包括女性都没有联系了 断得特别彻底 我也是特别烦思这个事 的确是我做的错 那就是说后来 你们相处得很好 我去尽力去补救这些事 我做的也够多了 你都做了些什么呢 包括每天早上去送她 晚上接她 包括她想吃什么 我会做的我就给她做 包括以前都是她做饭 她做饭特别好吃 我不会做饭 后期的话我就去学做 我去给她做 我好奇地问一句 这是为了要赎罪 还是因为爱她 不是 我是真放不下 我是真醒悟了 感觉到我做的真不对 往我还想挡留她 那被她付出了 她也同意你去他们家求婚了 这事不就完了吗 我见她过不去这坎 我也特别委屈 说实话 这个今年这个定婚 那个事吧 我真没有想到 包括我做了很多 这一年一下就都给我都否了 不是 你说这些事 是要被她认可的 是吧 对啊 我要让她认可 让她认为我是 真心想跟她再起 想跟她走下边 让她认为 对 你现在我听明白了 犹豫 焦虑 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吧 男生你回答我个问题 你为什么娶她呀 因为我喜欢她呀 好 喜欢 优点是正能量 对 还有呢 挺顾佳的 顾佳 顾佳的 还有吗 挺持佳的 你是过日子的人 是过日子的人 这很重要 是吧 对 女生最受不了的是 她今年没去提亲 让你面子上下不来呢 还是她过往的种种 让你觉得你没法原谅她 到底是哪一种情况 从头到尾 我就觉得是她态度的问题 在她心里边 我没有那么重要 现在就是说 只要是我做一点错误 她之前的事就会翻出来 再去跟我闹 现在觉得她已经过不去 那你扎心扎一回行 扎两回也行 你是不停地都已经扎完了 伤口都没办法愈合了 你说你让我现在 没办法 你没法愈合 你就把她给轰走 不就得了吗 你走你的路 她走她的路不就完了吗 那你干嘛还这么吊着她呢 就是我觉得 当初决定在一起 我就想试着 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来吧 各位老师们 接下来一起进入 信仰美容APP 秋笔特问卷 小云 你自己醒一醒好不好 她那天跟那个女生在一起 因为刚才在你们的对话当中 她已经明确回答了 她说我那个时候我被诱惑了 我没有控制住我自己 她已经明确回答了 话锋转到你这边的时候 你依然在说 我就是想问她 她那天为什么 要跟朋友出去吃饭 然后不来接我 朋友那么重 不是朋友 听懂了吗 听懂了 我希望你能 就是正确地认识这些事情 而不要回避 然后一直说 她喜欢你 她喜欢你 她没有那么喜欢你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再告诉你一个事实 从你们谈恋爱 两三个月的时候开始 她就没有那么喜欢你了 一个男人什么情况下 会跟你说 我很忙 我有别的事情要处理 我们通常听到的是 婚姻关系当中七年之痒了 十年以后了 不接老婆的电话 说我很忙 我在忙工作 她哪有那么忙 所以从你们在一起 两三个月的时候 她不肯去接你的那一刻开始 她就没有那么喜欢你了 我希望你知道这些 包括她去开滴滴 她也不肯去 其实无所谓 你也不用管人家那么多 怎么工作 怎么生活 因为人还没娶你呢 不光她拒绝 她的家庭 对你也不是一种认可的态度 我们知道会亲家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两个家庭肯定会提前准备 提前约定时间 你爸妈这边肯定还备好了韭菜 当然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状况 比如奶奶生病了 但奶奶是初二生的病 你完全可以提前跟人家沟通啊 她的家庭也没有很重视你 这是我想跟你说的 男生 当我们要走进婚姻的殿堂 娶那个女孩 不仅仅因为你觉得她合适 她适合做老婆 而应该基于爱情 未来的婚姻存续基于心情 基于感恩 基于过往 而不是她合适 所以事实上 你电话号码里面的信用卡也好 10086也好 借记卡也好 这些所谓的女生们 她们存在 就是因为你并不够爱她 所以当一段不合适的感情出现的时候 我认为应该结束 祝福你们 好 谢谢苏妍老师 来 陆琪老师 小云 我更认为 两个人的亲密关系中 应该是打磨而不是改造 如果你发现一个人需要改造的时候 可能这个人是你选错了 因为你是一个很独裂的女性 我非常地希望你不要做出一副 我受了欺负 你很对不起我的样子 自由选择是恋爱的基础 珍惜自由选择的机会 去找一个对的人 去找一个只需要打磨就可以在一起的人 而不去改造人 去做一个恋人 而不是去做一个母系的恋人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谢谢老师 来 阎老师 我先说小云啊 其实你不用哭 我觉得你没有你自己认为的那么痛苦 只是想要而不得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看似生活已经风平浪静了 他似乎有点浪子回头了 想要跟你好好过日子了 你并没有更高兴啊 你只不过是别人都说 哇 这个小伙子现在不错了 也关心你了 可以 适合 能够在一起 而你自己对他的感觉呢 我觉得这一刻你的心里是淡的 即便当初你认为很爱他的时候 那个也不是爱 只是浓地想要占有 这不是爱情的本来面目 我觉得你今天来到 我们这里非常好 因为可能经过这一次互相的倒白 你会更了解我心中对他的爱 到底浓度有多少 我认为很淡 小伙子我看本子上说你31岁是吗 对 但其实你现在的生活状态 是并不特别稳定 你不要说当初是因为有诱惑 所以跟别的女孩多来往了 并没有什么实质的背叛 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还心怀侥幸啊 你觉得我还有更好的笨头 我可能还有更好的女人能够陪伴着我 经过这两年多你发现了 其实自己就那么回事 也就这个傻丫头愿意跟着你 三十而立 该成家了 所以找个她吧 但这也不是你本来的样子 你并没有那么爱她 甚至没有那么喜欢她 你只是觉得在这个阶段 你能驾驭她 所以一场没有爱而结合在一起的恋人关系 你们不过是彼此在 自我的利用这份感受而已 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啊 我们错过一场 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情感 这不叫错过 你不要拖着她了 放过彼此 放过自己 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吧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福老师 很多人都想做贤妻良母 包括你也是 对不对 对 但是贤妻良母不是你这样的 贤妻良母应该是 开心的 充满正能量的 给生活能够带来阳光 但是你看你那张脸 阴云密布 贤妻良母的贤是生活的智慧 良是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品质 但是有那些像你这样 想要做贤妻良母 这样的女人 其实是为了所谓的道德 和别人的嘴在活着的 你并不了解贤妻良母的真正意义 你用别人的嘴 用所谓的道德 用所谓的贤妻良母的行事 来绑架自己 然后再用这样的方式来绑架她 其实你自己也不喜欢 你也过得痛苦 没有一个贤妻良母会过到最后 失去自己 你就失去了自己 对 所以你为什么不过得开心一点 过得自由一些 如果一段感情是本来是没有希望的 是通过自己来忍受 同时又通过来绑架别人 来维持一段所谓的你认为的传统家庭 这样的家庭是不会有幸福的 你应该放开自己 有一些女人就是这样 她把日子过得非常的愁苦 十几年二十年以后可能才发生的事情 她要早日地提上议程 并且把那称之为所谓的家庭责任感 但其实只能够给家庭带来负能量 所以不要自我绑架 对于男生来说 不忠当然是不对的 但是不开心就应该告诉她 我要的不是这样的生活 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赎罪吗 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得到她的认可吗 你错了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连她自己都知道这一套标准 对于她自己来说很痛苦 No 再把这套标准再运用在你身上 你被转而又绑架了一次 其实到头来 你们两人都会发现 我们彼此过了这么久 越过越沉重 越过越呆板 而没有真正的快乐 一个男人 如果你跟自己的女朋友说 我真的不喜欢你拉这个脸 我喜欢那种能够给我带来阳光 带来温柔 同时给我带来一些生活快乐的女生 你能不能像她那样 如果你不能这样 那我只有离开你 虽然你认为你可能是真正的一个贤其良物 但是我不快乐 你应该说真话 你们俩都过得太累了 好 谢谢陀老师 其实我自己只说我一个浅见 你也别不高兴 你也听听供参考 我基本认为他们家人不想让他娶你 他们家人压根就对这次订婚是没有想法的 因为如果真的有想法 你说不该这么判断 我只是从长情来判断 大年初二奶奶生病了 大年如果特别重手告诉你会怎么样 大年初二奶奶住进他们家的当天 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给你们家打电话 对不起 我母亲生病了 初五我们去不了 您看您哪天方便 过了节之后 我们上门提起 我觉得大多数家庭要做的都是这事吧 那这件事情反映两个问题 要不然就我说的最坏结果 人家不重视你 要不然我可以说 这个家庭在人情世故的处理上没那么好 我父母也像你这么像的 对吧 我觉得如果连这个基本的处理都没有的话 反正我会想想的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 我觉得咱俩相处也很久了 两年多了 我真的是放不下这种感情 说实话 以前是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 但是后期我也醒悟了 我也改正了 包括最近发生这件大事来说 我也不想找什么借口 我也会尽力地去努力去 跟我家里人说 跟他去协商 找一个好的方式 去证明这个事 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谢谢你这两年对我得照顾 刚才听了图雷老师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开心地为自己活一次 所以呢 我想对于咱俩的关系 我想再好好想一想 其实你也挺优秀的 不然我也不能跟你这么长时间 谢谢 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还有要说的吗 我觉得我还是不想放弃 我还想重新再追他一遍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加油追吧 谢谢你 秦辉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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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